我们今天选择无量寿金的汇集本 这本子实在是太好了 古时候没有这种汇集本 无种原意本多看 很难分量太多 而且有重复有没有重复的 所以在中国修学尽宗就使用无量寿金 取阿弥陀佛金 绵因在此地 日本人学无量寿金的图 全部都是学抗生开的本子 无种本子只学一种 那么还有很多 抗疫的本子是什么有的 散在其他事物经上 你要不看你不知道 所以汇集是有必要的 王龙书就是的汇集本 宋朝的 第一次的汇集本 虽然不完整 不完善 大正葬首的 龙葬首的 说明它有价值 对净土有贡献 这是美中不足 一直到这个本子 才算是真正圆满 我们遇到 这个语言都神了 没有这种树心的因缘 我们怎么会遇到 遇到之后 要真正的利益 也得学江伟农 学周知 一生专注 常识寻寻 只要真干 一般情况之下 污泥 很可能的三位